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先來關心 泥沙颱風的最新動態 目前泥沙颱風的強度 已經近乎是一個中度颱風等級 就是差不多都是了 它的環流發展得非常好 預計它的暴風圈 大概在禮拜六的凌晨的時候 就碰觸到這個陸地 大概是五六點的時候 清晨的時候 那接下來它的中心 大概在禮拜六的下半天 傍晚的時候 會碰觸到東部的陸地 然後在中心 可能在禮拜天的凌晨的東西出海 各位可以看 其實這個颱風 它的這個遇到我們的地形 就會遭遇到很大的破壞 不過這個後面 還拉了一條長長的這個水氣 這個是水氣的分布 所以這個颱風 會有一些明顯的西南氣流的 請大家要注意一下 它可能跟我們傳統上有點不一樣 但是它恐怕會帶動一些水氣上來 整個大環境 我們可以看出說 總個衛星雲圖來看的話 你可以看出 其實它早上的時候發展條件 這邊很像比較乾一點 水氣比較少 可是現在來看的話 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 強度在上升當中 另外一個是 在這邊也有一個熱愛性低氣 現在它也在發展當中 所以這兩個如何互動 也是我們關心的焦點 不過這兩個的強度是差很多的 這個是很強的 這個是一些水氣而已 它雖然是有一些環流 不過今天下午的時候 有一些預測把它看出來 它被發展起來了 所以各位可以看 第一個這個會先清洗台灣 接下來這個被帶動起來 所以這個有一點被甩上來 拉上來的一個味道 所以各位可以看 如果拉上來的話 東半部過去颱風一走就走了 可是現在可能東半部 有後面的一個水氣會跟得上來 這個要注意的 那中南部呢 就持續有一些西南風 大環境上的一個降雨 這倒不是說 一條長長的水管從這邊來 但是整個環境 我們這邊的水氣很多 吹著旺盛的西南風 那這個雨勢呢 可能各位可以看 一直會持續一段時間 可能短的話三四天 長的話有機會到一個禮拜 所以請大家要有心情準備 這個是我們後續要關注的焦點 所以這個颱風不是單純一個流體來 後面有這個低氣 熱帶性低氣 後面還有西南風的態勢 那整個未來的環境到八月中 恐怕都會有一些很強的西南風 會跟前一陣子 這種午後的這種熱對流 或是不下雨的情況 熱熱情況會不一樣 水氣比較多 所以請大家要有心理準備了 另外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颱風 目前來看的話 預計呢 禮拜六明天清晨的位置 在這個地方 各位可以看 這樣的環境之下 在禮拜六的清晨 早上六點的時候 這個環流呢 七級崩 八萬半徑 就會碰出到東半部的陸地 那這樣呢 其實在東半部的風就會很大 那這目前來看的話 它的中心預計呢 是登陸到這個花蓮這邊左右 花蓮 花蓮跟台東的中間 如果越往北 北部的風雨就越大 越往南 就到台東這邊 北部影響就比較小 目前整個估計來看的話 大概就是沿到花蓮這個地方登陸 甚至有一點偏北的機會也都有可能 很快的會撞進來 那預計呢 很快的在禮拜天的白天的時候 就會明顯的就出去了 所以這個其實就有一段的過程 在台灣的陸地上 請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那另外呢 各位可以看 當在堤風走之後 到了禮拜天禮拜一 這邊呢都一直有降雨 這個就是所謂西南氣流造成的降雨 不只山區有 平地也會有這種 因為地形引發的這個降雨 可能會有幾天的時間 各位可以看 就是整個西南氣風 所以未來呢 這個一直到下禮拜三天 至少有三天 四天 都會有這樣的情境 最大的可能是三天 接下來呢 可能就會一直持續的水氣補充 這個都是我們未來要關注的焦點 因為這個來說的話 對於我們農作物的生展 會有一些這個壓力存在 特別請農民朋友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過呢 下禮拜大致上 就是從西南風之外 應該這個颱風走了之後 整個全台灣大致上就會變得 相對的又回到炎熱的天氣 所以降雨的估計上呢 各位可以看 禮拜六大概就是以東半部為主 然後中南部的這個雨勢 到了禮拜天 其實就換了這個西半部 各位可以看西半部 東半部會少一點點 但是呢 這個要留意 可能這個低壓會不會甩上來 東半部還是有這個雨勢的 不是馬上就結束 所以以前呢 這個結束之後就換 中半部就不下了 可是這一次呢 禮拜天要關注那個低壓 會不會尾隨這個上來 那禮拜天呢 各位可以看 就是中南部這個雨勢 要西半部都要 一定要嚴加戒備 那禮拜一禮拜二 各位可以看 這個降雨的範圍呢 就是以中南部為主 中南部為主 所以無論如何 這兩天呢 請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覺 提高警覺 避免不要去山上趴趴走了 各種戶外活動 要有調整安排的 這種各樣的準備 那這個北部呢 雖然說風雨應該不會 那麼的強 這麼的明顯 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可能有的一些小變化 大家提高警覺 就可以減少不必要的損失 那未來的天氣 大概就是如此 所以今天晚上 各地呢 都會逐漸有一些 震雨的情況會發生 有些地方空氣品質 比較差 這個就是常常會有 這個在颱風來 臨時前的一個變化 那明天白天呢 溫度會整個都降下來 不會那麼的熱 但是就換來就是 明顯的降雨的雨勢了 請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我們最後給大家的建議 明天清晨 暴風圈雲系碰觸到 東部的陸地 傍晚呢 中心登陸 請嚴防東部的風雨 週日清晨呢 中心會逐漸脫離 那嚴防這個後續 中南部持續性的降雨 會有一段的時間 除了颱風之外 後面引發的這個西南風 還有那個低壓的影響 這個就是我們未來 明天關注的焦點 所以請大家隨時留意 注意一下 大愛台的氣象播報 我們來看詳細的天氣數據 好球 在一起 測試了 好球 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